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第六場481千米,9點15分開跑 一路肉成精彩,135磅百檔可摘腰,十六成馬房 這馬加回3個2百,跳4分,一貨拍跳 這隻馬近期的表現,最近兩場是有的感失色了 因為以往就算贏不到也好,他都泥沖一段給你 最近兩場就真的,就算你說賽道形勢不合追也好 其實他一向之前有很多時贏馬,甚至乎跑得好 當時的場地形勢都不是剛好追,都會跑得好 當然你可以歸咎於上一場,跑得差,因為可能林鎮 跑一下的時候,脫了一隻鞋子,因為他跑的途中沒有前提提鐵 可能有影響都不出奇,但以他前一仗,我覺得真的差一點 所以變相呢,我覺得他近期狀態有點滑落了 還有,這隻馬,除了狀態滑落了之外 因為這一組馬,你說,是不是那麼容易對付呢 其實這一組馬都不是說想像中那麼容易對付 所以變相,你說還可以繼續追上來呢 我希望他還可以繼續維持得到 其實上次可能真的因為鞋子的關係,即是提鐵的關係 但是前一仗是有點失望的 那,找回,繼續何財堯跟他跑吧 上場潘頓你知道的啦,潘頓跑到,見到這麼長時間沒力的就收手了 那換回,又對回何財堯下去 希望這東西做成精彩 就算你說贏不到也好,希望有分點追勢 2號,騎保,135磅,111檔,藝道拿騎賽馬房 這日馬甲3個禮拜跳了4貨 近期的表現其實都相當之失望 除了潘頓在5月中跑那場,谷採1千上到名 潘頓之後其實都沒有放手,連續幫他跑兩次 但是都不行 但你說健康的問題嗎?沒有太大問題的這隻馬 所以騎保能力可能真的差不多啦 始終這個路程是他最好表現的路程 就算你說這隻馬隔三個禮拜,做完功課 但我覺得這隻馬,以近期的水準好像真是一般的 而且還要他背到135磅 所以變相,我覺得他暫時,下回來4班都好啦 可能真的要把這磅再鬆下他,再減下他 才有機會跑得好 3號為你忠情,131磅5檔,波文騎,羅富全馬房 這隻馬隔了都比較久,沒有上陣的啦 都超過了3個月 又多,都4個多月,都不止3個月 那麼他試了兩貨集,跳21貨 那功夫可以做的 賽前兩貨集的進度都來得相當之好 不過你唯一要想的一件事就是,他跑草地 他跑草地,沙田是試過的,不是特別好的 那菊草,我看回應該就是沒跑過了 他主要是跑沙田,上季跑沙田 跟著今季都是跑泥地多 所以變相這隻馬,你說跑菊草有什麼能力 不知道 不過叫做應該不怕跑野馬 因為他應該有跑過全野馬 然後燈光的東西,應該不是太大影響 不過整個菊草對他相當陌生 那你說會不會像同馬房 另一隻叫順勢而飛的馬,泥草雙槍 我看上去就未必,我看他泥地應該會高些 但不要緊,隻馬狀態做好了 那布民來跑,就抽到檔 我相信連馬司覺得泥地硬是跑第二 那都要給草地,你試一下都要交代 那我覺得今場過來試一下,菊草一千都未嘗不可 不過如果跑菊草一千,他相對上的速度可能會比較留得厚少少 4號燈膽大亨,129磅7檔 最終的就是泥超青馬房 這一馬配合接近4個月,有多 試了3貨集,跳了12貨 一貨怕跳,再較多貨集 那這馬初出的時候,包大尾,很正常就會有試集 要求試集合格才再出賽這些基本條件 那再加上一場,器官有痰導致影響的 他不是其他健康問題 有痰很多時候都會有的,那就不算大健康問題 流鼻血,器官有血,喘鳴那些才重要的 所以順便跑得差都沒辦法 那因為計下去,他是同貨賣精選威 那精選威其實,好老實講,菊草都幾耍家的 這個路程都兩邊 那變相,我覺得這隻燈蛋蛋香可能是菊草是適合跑的 因為始終他第一波是跑沙田只留一千 那今次過到菊草 好,泥超星都應該是,我想我依稀記得大人應該都很少用周俊駱 應該有一兩次都不多 那本次找周俊駱來跑 不過這隻馬勝了真的夠年輕,3歲 那他過來菊草 那這些3歲馬第一次菊草呢 那你就要留意他走圈的情況會不會急 會不會周身大汗 當然,除了天氣熱的關係之外 有時候這隻馬緊張可能都會有些白汗有成 那抽個七檔,你說是否很理想,未去到很差 當然啦,未必很好,因為要轉急彎要成 不過你看回他的馬呢 可能會比較被動一點的跑法 一千未必是他最好的路程 那當然啦,現在那麼側身,那麼年輕,那麼小 那就比一千米跑著先 看看會不會有些什麼走勢 5號顏色王子,128磅一檔,希威心騎偉大馬房 這馬隔花一個月挑了五課,但一課集 那早前終於,剛剛那一場就贏 可以贏得到頭馬,總共有兩場頭馬 黎迪慢步速放回來,剛剛好緊緊頂得著張燈結彩 因為他控到的步速很漂亮 而且大家都知道,黎迪普遍就不是特別離追 所以變成是頂得著張燈結彩 但其實你說,在四班跑,草地行不行呢 他跑的四次有上名的 而且如果繼續沿用放頭跑快,谷左趴線 其實是頗利的 看看他是否有足夠前速放在前面自己走 如果能夠做得到的話 其實在谷草直到跑一千這樣放 都不是說沒可能的 不是說沒機會 而且是一個一檔幫手 所以我覺得這隻五號顏色王子狀態好 近期表現又穩定 再加上形勢又應該都相當之有利 看我覺得這隻五號顏色王子有沒有機會在這裡打一搭再贏多場 六號胡椒君曹,117磅12檔 潘頓騎取石馬房 這日馬加回三個月,跳了兩貨 上場我都拼他 我打算沒有千歲 不行 他上位 沒辦法 原來沒有千歲是這麼厲害的 一隻三歲馬這樣 初出谷草 頭鑼都說要贏你的 那你沒得好說 上次的而且確黃金一檔 打算入直路過一隻馬 但你不知道那隻馬還有多少在手 可能很高班很高質素的馬 那你都逼到他氣來氣喘 由頭跟他跟到尾 是不是 所以變相我覺得上次不差的 奈何今次抽到的十二檔 都已經打算找潘頓幫忙 搞搞他的 但奈何抽到十二檔 是這件事你會覺得難搞 但以他的前速 以他的能力走二疊 我覺得夠用的 夠吃得起的 因為這組馬 這組是不是真正好厲害 不是 而且有不少的馬 跑法流於比較被動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隻六號胡椒軍曹 你都抽十二檔也好 希望是用來換賠率 而不是導致跑法有其他變動 甚或是導致他跑得差 那 用潘頓其實十二檔 相對上比其他騎士 抽十二檔會好些 那希望這隻胡椒軍曹 真的可以幫除雨石 贏得一場頭馬 七號超馬 應靠125磅 10檔巴道騎 賀爾馬房 這隻馬隔一個月 試一貨 跳四貨 這隻馬就是剛才我剛才所說的 今場來說 他不是沒有狀態 他不是沒有能力 但盛在流於被動 1500米其實你留得後 除非當晚真的好理追 如果不是的話 你基本上 多數都是在中前段的馬翻 但他不是 他很難留在中前段 他多數都要縮後一點 入直路跟你衝一段 基本上這些馬 谷草一千 真的很難搞 那 但你說這隻馬 沒有能力 不是沒有能力 經常追得好 看賽職 看片都知道 他經常追得好 但奈何就真的 形勢 場地問題 導致到他 真的很難贏得到 那 的確這隻馬 這個路程 最好成績 三邊一個第二 六個第三 但你說這一組馬 是否這麼容易被他追得到 因為你說前置營的馬都有不少 而且那些前置營的馬 不只是一口氣 放了就算數那些前置馬 而是有實力捱到尾那些前置馬 變相 形勢上就沒有那麼好 還要抄十檔 你一定是再留後一點的 除非你沿途三碟 那你沿途三碟 就不用知道 他最後有什麼衝力爆 早段都用了這些力 八號神魔金剛 121磅 9檔 漢銘年企業初紅馬房 這一馬交花一個月 跳了七貨 有三貨拍跳 其實落地跑了五次 有些馬就越跑越好 他是越跑越差的 還有一隻馬很年輕 三歲 那你知這個馬房 那些側身馬這麼早出來 而沒有表現的 都知道他向哪個方向望的了 那你說抽九檔都好 我相信他都只會跟前跑 而不是真的放頭 那你說這隻馬 一千米也是不是剛剛的 看老爸 照計的路程長 就不應該是跑二千 不應該跑一千 應該是再望長一點 不過現在三歲 比他學多一點 可能想到五班才再跑 都不出奇 那你說跑馬地 雜呢 他就試過兩次 一般的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第一次是菊草跑 他那幾次呢 全部都是在沙田跑回來的 甚至今季已經跑過兩次 那些條件限制賽都不行的 所以變成這隻神魔金剛 錄就可以錄起他 留意一下走勢 但你說這一場他真的一 就搞定了 那只能夠說 葉初行厲害 我都沒有什麼跟他爭 因為有時候他的馬都很難選 很少選得到 所以變成這隻神魔金剛 我只會留意走勢 9號同滿滿 120磅2檔 田泰騰騎五盤戰馬房 這隻馬交花一個月 跳100貨 4貨拍跳 上場的第四有點驚喜 不過你見最後其實都是屬於力弱的馬來的 只不過剛好頂得住後面 因為你見裡面街經臨門說過去 都真的要過去的了 上次跑法上已經等了前走 沒有放到頭的 然後馬跑 變相真的好一點 好過前一場自己亡空 一口氣走完 走到回來什麼都沒有 不過這隻馬又是一樣 很年輕 三歲仔 變相你其實還有很多展望的空間 你會覺得日馬應該會越做越好 上場的第四的確是有進步的 神速角度 這隻馬的狀態叫做還是挺好 而且做了四貨拍跳 逼一下這隻馬 讓他學多些東西 的確這隻馬是真的有些好轉 但是你說 今場是不是一局到呢 有一個二檔 照計就手cover很好跑 希望他上場跑過一次 都已經跑過一次 那麼好的名次回來 叫近期上 看看今次能否維持得到 因為都是那句 三歲馬也好 四歲馬 比較側身跑得少的馬 最需要的 除了本身的狀態之外 能力 以及穩定 希望這隻三歲馬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10號天內驚天 120磅 六檔大文高騎 大肥伊斯馬房 這日麥架三個二百跳 一四貨一貨拍跳 上場跑過第十一名 真的跑得差 我不知道是這隻馬不喜歡跟那個位 還是怎樣 因為賽後是有問的 大文高騎也都說過 這隻馬原本是想著跟前 跟放頭馬後面位跑 但最後 他沿途走位是放中間位跑 回來就沒有了 以他前一仗五班 贏1,000 甚至乎再早前的五班 泥地千二都能夠上名 所以我覺得沒有理由 因為近期狀態 連回兩波都跑得好 沒有理由上場跑得那麼差 這隻馬下季就轉五歲 暫時還是四歲 我相信應該還有少少進步的話 還可以在四班裡繼續用 不需要下五班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輕綁 大文高 剛才也有說 輕綁加大文高 這隻馬留意一下 繼續留意 加上大文高 始終跟希斯真的會比較好 相對上 我覺得他狀態真的不錯 近期 他拍跳回來看見走勢 而且這路程也是他唯一的 夜馬路程 不過我覺得這四班夠用 看天來驚天 今次的走位 債遇上會不會好過上次 導致他表現會好一點 11號優猶俠119磅3檔 日命論騎 用天爬馬房 這隻馬隔了不足夠 一個星期就跑了 為甚麼這樣說 7月1日才跑完 直路4萬1千 回到最後 最後 變相最近的表現都很差 你說是否 這隻馬真的不適合跑呢 其實菊草和沙田草 暫時都看不到哪一邊 因為兩邊都跑得差 可能這隻要去泥地才對 不過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DEEPFIELD 遙遠星空的紙字 其實都沒有分泥草 菊的 三種馬 真的有貨賣 有貨膠 真的三販都可以開 但這隻一遊合 暫時來說 還未適應得到 你說抽三檔是有幫助的 但你說跑得好 會不會跑得好呢 我覺得未必 純粹今天跑 是比他學多些東西之餘 可能順便減分部署下季呢 但是一遊合 就是那句 楊榮良這些 沒有包袱的 你覺得冷 有賠率 到時臨場反映到 6-70倍 那你便拖著他 甚至乎 只買他的PACE都可以 這些PACE都要20多倍 如果WIN是6-70倍 因為他爆上來 他不需要跟你解釋 只不過那隻馬 可能早前未到 今天突然跑得好形勢 那隻馬開心跑得 那他就上來了 因為你未見過他底勢 所以這隻手一遊合 如果你說真的要 要想搏這些難滿的 那我會建議就是 你可以搏一下PACE 所以你買開的那些馬 或者買開的駐巷 拖著他一票 不要走掉他 12號吉吉利高 118磅4檔 無險冬騎賀良馬房 這馬隔了一個月 跳了4貨3貨拍跳 這隻馬今季落地 跑了9鋪 沒有鋪得的 可以說得上沒有鋪得 而且他也未曾在廠位底試過 即是說他完全是一隻 未來過跑馬底的馬 但是你留意這隻馬3歲 3歲 跑了10次3歲 等同於那隻楊威四方 那隻馬4歲 落5班11分 那你贏完 加15分 就保留住那隻馬 你想想這隻馬 還年輕1歲 還小過那些3歲 都已經玩到你41分 跟你玩10場馬 那你可想而知 這隻吉利高 那你是不是落5班 那你說落5班 一定可以 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 起碼暫時看下去 他4班 這一刻的成熟程度 不會有表現交道 有4檔 當然 你說 胡顯東有沒有包袱 他也是沒有包袱的 他今季表現都不是特別好 而且騎馬也不是特別多 他只不過 出賽148次 那馬判頓 贏馬也贏170次 那馬判頓 他現在破紀錄 要去破紀錄 的判頓 贏馬都 已經百幾次 166次 那你現在才說 出賽148次 那你可想而知 大家出賽量差幾遠 所以 所以變相今季 說一下騎士 就是 胡顯東 今季沒什麼支持之餘 是真的 是比較慘一點的 所以變相 沒什麼包袱這些騎士 就是 跟剛才他就不一樣 道理 但這馬不同的地方 是 就算有賠率 那我都未必夠膽選擇 因為他真的告訴你 他真的不行 他除了 他曾經贏過 我忘記他在上一首還是什麼 不是 是上季 跑了一場兩歲的 評分賽 要幫他們 贏了那場馬之後 他今季插下來跑 是沒有場得的 可以說得上 就算 季初跑條件限制也好 4L賽事也好 都是沒有場得的 所以變相反映 暫時這馬還是 不是好做得到 甚至可能 真的比較弱一點 所以12月吉吉利哥 我暫時都不看好他 這一組四班一千 每隻馬都好像很多東西跟你說 其實實質上 真的要選下手 我都是偏向選前置馬多 當然我都會包一些後追 因為 好老實講 因為那些本身 就是在一千米裡 經常都追得好的馬 一號玉成精彩 但我不是首選 我會有他 首選我就是五號 顏色王子 還有六號胡椒君曹 理論上 是應該要選六號胡椒君曹 先 但因為當位的關係 五號抽一檔 六號胡椒君曹 七十二檔 點稱都是選一檔 行先 一谷草 你說反過來 在沙田直龍湖 我當然是選胡椒君曹 十二檔大外難 但現在講一谷草 一定是選一檔先 所以我就變相選五號 顏色王子先 狀態好 近期表現也好 再加上有個一檔幫手 自己跑快又主動放頭 那你想想 每一樣的條件 都合起來 都合起來 都好像很有優勢的情況 怎麼會不是選他呢 熱 你就預算他要熱 你看他熱到什麼程度 但我覺得 無論是形勢也好 個人也好 他是最好跑那隻 所以我就選了五號胡椒君曹 另外六號 不是五號 顏色王子 另外六號 胡椒君曹 剛才就是講了 那隻馬是否真的那麼水 其實不是 那些四檔一千 長期都很穩定 有好表現交道 那你變相這一種馬 有那麼多是比較被動 甚至有些質身馬 沒有好表現交道給你的時候 這些馬其實很有用 但落何打算找潘頓 幫這隻馬搞定他 他經常都打算 拿回一場四檔頭馬都好 就排個十二檔給你 這樣就難搞 唯獨是希望就是 賠率換回給我 因為其實他都是要搏的 你要搏總段制 要搏不搏到你二疊 你頂了三疊 你總段如果被人搏了三疊 然後再給力 側上去堅硬放頭 那我相信胡椒君曹 是捱不到回來的 這一場到 因為顏色王子的前觸 都不是說你那麼容易 想賠到難就賠到 所以變相六號 胡椒君曹我會覺得 七十二檔唯一的好處 就是換賠率 但你說穩定性 其實沒有太難問題 是純粹那個檔位真的難搞 所以 但是馬的能力 在這一組裡 我都會先選他 所以變相就是 選完五號黃色王子 再選六號胡椒君曹 另外再選就是 受我天內驚天 我相信上次 騎斯回來解釋 是真的可能 跑的位置 不太適合他 甚至1200米 不太適合他 因為他前一場 在谷草還贏馬 雖然是五班 雖然是贏五班 贏街尊三 有兒子 但我覺得理論上 他在四班 這次馬應該夠用的 看看達文高 這次又會怎樣跑 那也是那一句 達文高答 希斯 相對上 會比較穩定 即是穩陣一些 有個六檔 組段 其實是可以守到好位 你怕塞車 你就會守二碟 也不會太大問題 因為始終這馬比較大步 組段跟前 散開了他 會好些 天內驚天 我都會要他 另外最後 剛才也有說的 就是一號玉成精彩 我覺得這隻馬 追都不太大問題 因為其實很老實說 贏就一定是看運氣的 我覺得後上賣 谷草短台一千 沒有運氣的幫忙 希望他展現自己 應該有的實力 就算不是都追得近 另外有 剛才也有說 有沒有其他馬可以搏 三號為你忠誠可以搏 第一次跑谷草 你不知道他跑得怎樣 所以變相應該是有賠給你搏 如果熱就算了 我勸大家就 另外就是一號一遊盒 這些馬真的沒有被你見過 是否真的不行 谷草都不知道 而且馬真的很小 四歲而已 跑了六次 都不夠 旁邊那隻吉吉利高 三歲跑了十次多 那你可想而知 大家分別在哪裏 而且楊明倫 就是爛碗殺手 經常有 叫做有些 你可不可以叫做奇蹟 又不可以 但有時候真的挺好表現的 這些爛碗 所以你可以要賣 另外九號和滿滿 上場的第四 的而且是近期來講 表現最好的場 但那個組合 是一組很高水準的賽事 偉多福天分高 街景龍門 偉多福可能是的 但你說後面天分高 街景龍門那些 我就覺得一般 但是你說他抽到二檔 理論上又是 相對上 會賺到形勢的跑法 那看同滿滿 到時又會給些什麼 倍率去搏 如果你說太過熱 就不值 一個第四 又導致他太過熱 那不值 所以變相 如果剛才我講的幾隻不適合 那你可以接駁一下 3號 為你忠情 9號和滿滿 11號1號 這些都是 屬於冷門來講 是可以選擇的碼 那我今場的推介 就是5號 6號 10號和1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按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